今天台灣附近水氣還是偏多 因此營封面的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依舊是容易降雨 尤其在基隆北海岸 還有大台北的山區 以及東北部的宜蘭 降雨的時間比較持續一點 還可能會有局部大雨出現 至於中南部地區 雲量偏多 局部也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狀況 那麼再來關心溫度方面了 今天北台灣是依舊濕涼 白天高溫其實只有17 18度左右 至於中部跟東部地區也偏涼一些 白天高溫大約是在22到25度之間 至於南部就比較溫暖了 白天高溫可以來到27度 可是日夜溫差就稍微大了一些 至於外島地區也比較涼冷一點了 整個溫度只有12到19度 特別要留意的是 連江地區晚上清晨有可能會降到12度的低溫 那麼接下來這一整週呢 冷空氣是會接力一波一波的報導 而且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因為位在迎風面的關係 整週都可能會出現一些降雨狀況 現在關心溫度的變化了 禮拜二的整個溫度的形態呢 其實跟今天是差不多 那麼接下來到週三 都會陸陸續續的稍微下跌一點 而到了週四週五 因為整個東北季風減弱的關係呢 溫度會稍微往上爬 回升一些些 可是到了禮拜六禮拜日 就會有一波冷空氣報導 而且這個冷空氣的強度 是已經達到了寒流等級 全台都會降溫有感 上北部地區呢 會降到大約是8到10度左右 而至於中南部也會降到11 12度 大家都要特別留意了 至於最冷的時間點呢 預計是會落在週六的晚上到週日的清晨 而這樣雨方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整個週四週五的時候 雨勢會稍微大一點 可是到了週六週日 也就是整個寒流影響的時間點 會稍微轉乾一些 北部跟東半部只會出現零星的雨勢 至於中南部的話 則是回歸到了晴道多雲的天氣形態 接著一起來看到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基隆16到17度 台北16到17度 新北17度 桃園16到17度 新竹16到18度 苗栗17到18度 要特別留意 基隆可能會有局部大雨出現 中部地區 台中19到22度 彰化18到21度 南投19到23度 雲林嘉義18到22度之間 局部地區也可能會有一些零星的雨勢 南部地區 台南20到23度 高雄23到26度 屏東24到27度 大多是晴道多雲 東部地區 宜蘭17到18度 花蓮20到23度 台東22到25度 要留意宜蘭也可能會有局部大雨發生 接著再看到的是外島地區 連璋13到14度 金門16到20度 澎湖18到19度 也是多雲到晴的天氣形態 最後小丁您再次提醒大家了 今天北台灣呢 整體來說都是比較陰雨濕冷的天氣形態 要注意保暖並且外出帶傘 另外沿海地區呢 風浪比較強大 海邊活動要留意安全 以上是為您整理的天氣資訊 成名的靜 Some 巴蓮